做个安静的美男子 无欲无求 笑口常开 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我 我自己也不太明白 幸福令人畏惧 更衷情绝望的美学 为战斗加点品味 加点恶作剧 嗯 会很有趣 嘿嘿 操纵木偶和操纵心灵 是同样的艺术 缺乏仪式感的决斗 有个同一词叫中二 人生如戏全靠演技 嗯 认真 我就输了 生的渺小 死的精彩 法则和禁忌存在的意义 不就是被打破吗 美 是致命的愉悦 绽放的璀璨 不在于年龄 人们最热爱歌踊的英雄 无剑道的游戏 可是很有趣的 对面的你和手中的傀儡 同样美妙 同样舞姿翩翩 随指尖而舞 傀儡师连自己也能操纵自如 据说文艾已想不出更美妙的语言 来赞美我的杰作和你的死 似曾相识的熟悉感 我遗忘了什么吗 鲜华与骚斗 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就背景音乐而言 很动听 生命绽放于战场 璀璨 却仅限于你的眼中 栩栩如生的死亡 愉快的游戏吧 人因游戏而完整 去吧 毫无美感可言 悲剧 就是把美好的东西 毁灭给人看